8月17号星期二 股票市场又全面下挫 道总最多数大约跌了500点 收盘跌了282点 收在35343 跌了0.79% 不算多 SPY跌31点 收在4448 跌0.71% NASDA 跌137点 收在14656 跌了0.93% 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地方 欧洲方面 英国正0.38 德国负0.02 法国负0.28 亚洲方面 日本正0.09 香港负1.6 中国上海负2.1 中国最近在整顿他们的一些法规和一些上市公司的一些反托拉式的事情 所以对股市基本上是有一些打压的动作 美国方面也就趁势又再加一把劲 所以中国的股票最近 is not in good shape 再来看一下这个债券市场 债券市场当股市跌的时候 通常债券的市场是一个避风港 所以债券的利息多半是下跌的 美国十年债券 正1.26 加拿大1.15 巴西10.69 墨西哥7.03 墨西哥和巴西的利息都不得了 7到10之间 欧洲方面 德国负0.47 瑞士负0.43 荷兰也变负0.35 法国负0.13 欧洲的主要国家都是负利率 负利率是什么概念 最初说就是负利率 通常是最初是很低的利率 但是当债券价格上升的时候 利息就向下跌 一直跌一直跌 债券一直涨 最后变成了负利率 同时也代表了外面投资的环境 非常的不好 经济是非常的不景气 才会有负利率产生 基本上是国家的金融政策 是不希望大家存钱 希望大家出来消费 那大家为什么不消费呢 基本上是投资没有什么好处 加上对生活的未来 有悲观的想法 必须做一些储备 亚洲方面 日本零利率 香港的利率0.81 印度是6.23 比较明显的一个界限就是 已开发的国家是零利率 或者负利率 像德国 像法国 像瑞士 像荷兰都是负利率 但是正在开发中的国家 就是高利率 从6到7到10 不等 巴西是10.6 非常可怕 这代表国家的通货膨胀 已经快要到了失去控制的状况了 记得我在1980年左右来的美国的 saving loan碰到crisis 当时的mortgage率曾经 go up到18% 那个时候 如果18%把他lock in的话 那什么事都不用做 很难得有18%的利息 但是现在美国的fetal rate 也是0到0.25 这是此一时彼此风水 轮流转 美国现在是一个零利率的时代 虽然10年的债券是1.26 但是跟通货膨胀 这个月出来数据5.4比前 事实上得到利息是不够付出 通货膨胀的涨价的代价的 那么再来看一下commodity 这两天commodity也都不太好 都是下挫的 以石油来说 从高端的大约75块 下跌到了66块 西德州有66.5 布兰特有68.98 然后黄金1788 因为市场不好 黄金的情况就还可以 但是黄金前段时间是下跌的 所以他从2000多块钱 跌到了1700左右 从前1700反弹到189 现在又在1788 再来看一下 就是代表恐慌和这个grady的指数 现在从前两天的49 又把它一下跌了 刹到32左右 一般来讲恐慌的指数是 0到150代表中立 前两天是大约是中立 现在又变成恐慌了 那在32 不过还不是算极度恐慌 极度恐慌市场 要到20之下 20之下也就是大家非常悲观 那时候反而大家非常悲观 市场就safe 现在32还是略微的恐惧 不是非常恐惧 不过你看得出来 在这一次的市场的修正里面 市场修正的并不多 而且每次大跌的时候就有人又进场买进 这代表还没有进入这个resection 也还没有进入熊市的 可能目前都只算是一个向上升多的一个扑败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高档震荡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投资人要记住几个重要的事情 第一个要控制风险 第二个是要品质管制 第三个要做一个资产配置 在资产配置里面要有一点聪明的做法 要兼顾到保本和增值 同时要注意到减税和家庭的保障 以及财产的顺利传承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resection里面 在目前的市场不宜过分的照进 也不宜过分的乐观 事实上以目前来看 美国的股市的上升 基本上就是靠着印钞票和借债 来产生的这种的经济 基本上是很虚的 加上现在国际之间 彼此的状态是敌对的 而不是合作 因此在上一波金融海啸的时候 中国和美国是合作了 一起度过的难关 可是这一次感觉上 中国跟美国的节奏是不同的 中国没有大量的去印字钞票 也没有大量的去做刺激经济的动作 反过来是采取比较持平和稳健的货币 和这个财政政策 也就是说中国要防止 美国过去的几次的金融风暴以后 所带来的通货膨胀的后遗症 通货膨胀的后遗症 就会把经济所有的效果 通通都把他吃掉 同时 贫者越贫 富者越负 这也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以这一波来讲 虽然在COVID-19刚发生的时候 产生了很大的市场的扑败 但是在这个失业和这个经济不紧其中 一般来说比较低阶层收入低的 财务比较差的人 虽然得到了一些政府的补助或者研究计划 但基本上财政状况是恶化的 而且资产也是缩水的 反过来说 资产大的人在这一场风暴之中 反而在低买高卖的原则之下 又获取了一笔新的财富 因此富者越负 贫者越贫 是目前社会的一个普遍的现象 这个现象有可能在某一点 会造成经济上的不顺畅 那么第二个要考虑的就是产业链的锻炼 现在又逐步形成各自为政 以美国为中心的一个西方世界 和以中国为中心的一个东方世界 可能会形成两个不同的集团 和不同的产业链 那么在这样彼此不合作的情况之下 经济的复苏和未来的国际的金融 都有不同程度的风险 我是肖银翔 我的电话是73-9883-888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